今日,被誉为国民喜剧之王的黄博迎来了他的49岁生日,然而,这个本应该欢乐的日子却让他感受到了娱乐圈的事态炎凉。 据悉,除了他的三位铁杆好友徐征,沈腾和王宝强外,几乎没有其他明星在社交平台上为他送上祝福,让他的生日变得冷清和孤单。 据了解,黄博是一位实力派的演员和导演。他曾经出演过多部经典的电影和电视剧,如《疯狂的石头》、《疯狂的赛车》、《太炯》、《西游降魔片》、《一出好戏》等他的演技和风格也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然而,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利益的娱乐圈,黄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注,他的生日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。 在黄博的生日当天,只有徐征、沈腾和王宝强在微博上为他发了祝福的贴文,并且晒出了与他的合照。 其中,徐征写道,祝我的老朋友黄博生日快乐。 你是一个有才华、有品味、有情意的人。 我很高兴能跟你做朋友,沈腾写道。 祝我的老哥黄博生日快乐。 你是一个有才华、有魅力、有幽默感的人。 我很敬佩你,王宝强写道。 祝我的老兄黄博生日快乐。 你是一个有才华、有勇气、有担当的人。 我很支持你,可以看出,这三位明星都是黄博多年的好友。 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合作。 他们也是少数能够真心为黄博祝福和鼓励的人。 然而,在其他明星中,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位为黄博送上祝福的声音。 即使是跟黄博合作过或者有交情的明星,也没有在社交平台上为他表示一下关心或者祝贺。 这让人不禁感到惊讶和遗憾。 对于这种情况,网友们也纷纷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和感受。 许多人表示同情和支持黄博,并且对他表示了敬意和赞赏。 有人说,黄博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和导演。 他不需要那些虚伪和冷漠的明星的祝福。 有人说,黄博有自己的真正的朋友。 他不在乎那些虚假和利用的关系。 也有人说,黄博是一个很坚强和自信的人。 他不会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,但也有一些人表示惊讶或者质疑其他明星的态度。 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指责。 有人说,其他明星是不是极度或者怕黄博。 他们为什么不给他送上祝福。 有人说,其他明星是不是忘恩负义或者见风使舵。 他们为什么不给他表示一下关心。 也有人说,其他明星是不是太自私或者太冷漠。 他们为什么不给他一点尊重和友谊。 无论如何,黄博的49岁生日却让他看到了娱乐圈的真实和残酷,让人不经为之唏嘘。 而黄博本人也表示,他并不在意这些外界的声音。 他说,我很感谢我的朋友们对我的祝福和支持。 我也很感谢我的观众们对我的喜爱和认可。 我会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感动。